2021年3月17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新闻一开始让我们关注封面焦点 政府今日公布违反SOP的罚款指南 伪力行为细分为三类 即高风险、中等风险及一般风险 凡眉戴口罩、眉扫描登记及保持身具的触犯者 罚款降低为1500令吉 首相署部长达基尤丁指出 高风险亦指造成高冠病病毒传播风险 或为社区带来大规模传染的伪力行为 中等风险是指造成高冠病病毒传播风险 但是没有社区传染影响的伪力行为 一般风险则是造成低冠病病毒传播风险 以及没有社区传染影响的伪力行为 他说违法营业的业总会和酒吧也属于高风险 顾客可被罚最高1万令吉 业者则可被罚最高5万令吉 他续说中等风险的行为则包括 拒绝遵守行动管制令 未经允许进入加强行动管制令区域 将被罚款3000令吉 至于拒绝遵守授权官员 关于行动管制区的指令 或提供关于疫情的资料 可被罚款4000令吉 违反此类别规定的公司 将被罚款2万令吉 另一方面 达基尤丁还指出 接到违规罚单的个人或公司 若在首星期内缴付罚款 可自动享有50%的折扣 两个星期后才缴交罚款者 将不会获得折扣 他举例 没有戴上口罩而被接到1500令吉罚单的人 在7天内缴交罚款 将自动获得50%的折扣 即750令吉 在第8至第14天缴交罚款 则获得25%的折扣 过后便需缴付全额罚款 他说违反SOP接获罚单者 可以向4人申请减低罚款额 或撤销罚单 分别是州卫生局长 副局长 县卫生局官员 及县流行病学官员 并强调只有这4人 才可以依据情况 给予更多罚款折扣 他还表示 残疾人士或贫困人士 他们没有能力缴交罚款 可以通过特别的管道 向卫生部提出上诉 但上诉者必须提出证明 包括残疾人士卡 才能享有超过50%的折扣 预知更多详情 请留意光明日报 换个焦点 距离清明节正日上有两周 虽然国家团捷部已于昨天宣布 清明节扫墓SOP 但基于益山及工种范围广大 及出入口很多 在难以管控SOP下 北马区多个益山及工种将不会在 清明节期间对外开放 一些则将在来临的星期六开会决定 尽管政府允许清明扫墓 为极北数个传统益山 包括最大的五级冰廊弄拐山 华人工种 极打广东极厅州会馆益山 以及极打福建工会益山 皆以难以控制人潮 及严守防疫SOP为由 而宣布封山 不开放民众扫墓 集中区一些益山管理委员会 担心扫墓者疏于防疫SOP 决定不开放民众扫墓 散任行动者后果自负 而极南鲁奈福德寺理事会 昨晚召开会议商讨后 一致一决通过今年清明节 不开放民众扫墓 暂时关闭益山停止一切活动 槟城方面 槟城福建工种联合会主席王德卿 今日接受本报访问时说 他们将在来临周六下午2点半 与槟州非伊斯兰委员会主席张英 及槟郎与广东集厅州会馆主席李永光 等人开会讨论详细细节 一切等周六后自有定夺 这节新闻给你播到这里 感谢收看我们再会